今天呢不给大家讲氧化的视频讲一讲土 然后呢很多时候我说老花一你家土太贵了 你这么一大包卖30块钱有点贵 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些个比我便宜很多的友商同行 首先说这一包4块6毛8 重量确实很重 这个呢8块3毛5 这个呢也是8块3毛5 这个是14块钱 然后呢它写的是12升 它这个12升跟老花一这个12升 看好多事吧 是吧好了 别的先不说再说重量 这个是几斤 它写的我颠着应该有个三五斤 我颠着是有个三五斤 那这个呢老花一这个要论重量来也是五斤 这个写的几重也没写 这个三五产品 这个14块钱 好了先拆 最便宜的吧 4块6毛8开始 为了方便计量啊 多拿几个这种花盆 拿它几十个过来 我用这种统一的一个花盆吧 咱们先看一下4块6毛5的那种装几盆 这个土 哎呀这种土是最 最不推荐大家入手的 你都不如买沙子 这不就是 对呀 这个土其实不是 这个土不是说越黑越有劲 好了4块6毛5的咱们就给它放到这边 你看这种还容易漏土 你大家在种花的时候 我这个花盆 算是比较排水透气的了 因为养花呢 一定要让它排水透气才可以 你不排水透气这种花盆如何 有的话用的那个眼更大 你用这种土 嘟嘟嘟嘟嘟全漏了 这话说你垫起来 没有肥力的这种土 不是说越黑才就越好 说是优质营养土5升 8块3毛5 咱们拆一个 哎呀 嘿嘿嘿 椰康 稻壳 腐植土 这种土还是比较OK的 嗯 还是有一点味道 没有完全发酵好 不过这种土还是比较OK的 就是大家种花比较理想的土了 这个8块3毛5 呃 它说是5升 这个花盆是一个标准的两升盆 呃 其实 土质还OK 比较OK 通过味道判断的话 发酵的不够久 再发酵的久一点就比较哇塞了 这是8块3毛5的 咱们先放到一遍 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个8块3毛5的 这个垫起来就比较重 还是拿相同的花盆 这个里面就是椰康 椰康稍微掺了一点这个稻壳 跟那个土差不多 跟这个土是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里面 多加了一点椰康泡了泡水 嗯 这个同行的这个8块3毛5要比那个8块3毛5值 有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土收到以后很湿啊 这那那的 其实不能以那样判断 哦 这个8块3毛5要比那个稍微多一点点 没有写几升 这是8块3毛5的 啊 这个5升没有虚标 8块3毛5 这是8块3毛5的 这个是4块6毛5的 放到一起 好重啊 这个 这个也是8块3毛5的 哎呀 这个呢 是除了老花衣的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了 这个是14块钱的 哎 他这个用的风波机跟咱们不一样吗 怎么那么难拽啊 不是单页朝我从右往左吗 他这是一个反向的吗 先从左往右试一下 他这个不对啊 哦 他这个要两根损了 跟咱们的风波机不一样 两根损一嘴 好 咱们把14块钱的这个装到盆里 他说这有12升 理论上来说呢 12升的话 是能够装到6个盆 咱们拿6个盆做准备 来 夹装到盆 有的是销量前几的 已经到完了 已经到完了 这14块钱 标的12升 有的人会质疑 这个花盆不标准 这是一个两升的大量杯 看到了吗 我说了它是一个两升的标准盆 而且我还没有看到吗 说是两升的盆就是两升的 大家不要质疑这个刻度的问题了 好了 接下来呢就老花一的土 贵确实贵 对我承认29块9确实贵 我感觉你这个装的体积不够 这一批点 嗯刚好啊这个 刚好啊 这是给花耳门装走的 你看 这是发货的 我们每一批次就要装 这个我用那个量杯装了6下 然后我给你们上秤 正好一称 稍微一称你看 多少 2.7是吧 然后我装的稍微冒了一点嘛 因为咱们家每一包土都是5斤 大约有12升 然后呢 要拿出来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挣钱都是挣的 好了这个就可以封包了 这个一会儿给它封包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给大家随便拿一个 就是退件吧 我得找找 有退回来的吗 都被拆了吗 然后呢 花耳门有退回的那种呢 我们就把包装给拆了 重新二次利用了 因为它又不是废土 那也得拿一包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是通用的是吧 来 把这个 把这个单号拍下来 到时候给人重新打一个单子 别忘了 让他重新打一个单子去啊 别忘了 好吧 这个是人家这个花耳拍的 加生根叶的 加生根叶的 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生根叶 不是送的 是买的 拆开 我们这个标注的呢 也是12升 咱们呢 也是准备6个花盆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个就是老花艺的土 咱们价格由高到低 依次给他们排好 让花耳末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土 嘿嘿嘿 嘿嘿嘿